你有没有曾经想过,地球上的生命的质量有多重? 近日,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刊上发表的一项新研究提供了令人惊讶的答案,通过三年时间,科学家通过碳含量计算出地球上所有生物群体,除去水后总共的重量。 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物,从最细小的细菌到硕大的红杉树,共计5500亿多,你可能会对人类对这糖大质量的贡献感到差异。 数据证明,许多其他种类的动物的总重量,都要大于人类,例如,鱼的重量大约为0.7GTBGTOMES OF COVING,而病毒的重量约为0.2GTC。 然而,人类的占比则要更低。根据这项研究发现,人类的总重量约为0.06GTC,这几乎比任何物种都少,比如说细菌70GTC,真菌12GTC,节肢动物1GTC,软体动物0.2GTC,甚至我们身边的加畜0.1GTC。 综合起来,人类积极加畜的数量超过了只占0.007GTC的野生哺乳动物。 事实上,所有动物的质量总计只有2000万多,占比最重的生物当然是植物。 所有植物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450GTC,这包括每一棵树,花货蔬菜等等。 为了得出这些结论,科学家们花了三年时间计算每种生物的生物量,并将这些数据输入总数据中。 他们最初的目的是发现地球上生物所存不同蛋白质的数量,但是,为了达到目的,他们还必须弄清楚地球上所有生命的重量,并且这可能对多数科学米来讲更加有趣。 虽然,我们只构成了地球上的一小部分,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环境造成破坏。 我们的建筑和其他人造物,包括我们每天产生的垃圾,每一天都在对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